蔡英文去美国见到的层级 跟马英九在中国见到的层级来做比较 你要比当然是可以比啦 马英九见的都是省委书记 实施讨论国父跟两岸的关系 还要称呼马先生 不准随行台媒叫马总统 蔡英文跟美国政府谈的是 如何加强台湾国防 这层级也差很多吧 我自己最想看到的 是美国媒体对蔡英文这一次过境 会有多少报道 如果跟以前一样 不让台湾总统见外媒做宣传 那就证明蔡总统此行 最重要的功用 还是内营销为主 美国说要帮台湾增加国际人见度 有点虚 这是两党各给了台湾民众一个选择 你要走哪一边 不管双英出访效果如何 至少都给了个方向 想要禁逐下届台湾总统的候选人 如果认为他可以闭谈 如何处理美中台关系就想选上 是不是太油条了一点